别人 因为是因为那是你的老板吗 对对 还有玉皇上帝啊 还有 你可是你的老板是玉皇上帝跟 准体嘛 准体佛母是大老板 二老板是玉皇上帝 对那是你的嘛 我你说我们节目的大制作人 也是佛母 对对对 为什么一定是他啊 搞不好是别人呢 呃 没有因为他就统筹啊 哦他是统筹 对 不过就是给你们一个概念 就是准体佛母化 变化成那个观世音菩萨 就同一位 准体佛母化成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再化成绿度母 哦所以我没有搞错 我没有认太歪 没有太歪 没有太歪 他们只是不同场合 用不同的样貌这样子 哦他们绝是扣啦 你差点被扣功德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他有在care哦 他一脉相传 他有在向杨子雄 我会care我看了他 然后叫杨秀慧 哈哈哈哈 骂得多充语壮 他们有在care吗 没有啊他们在care啦 对啊 好啦我跟你讲 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先业配 耶 耶 耶 挺着好爽哦 赉钱了啦 没有钱啊 这没有钱 这是自己朋友的哦 ok 我们讲说 诶 还不如先帮他打个广告 看看 看看状况是长什么样子 因为其实他的这间 呃 先讲这间是法郎 我们帮松松 嗯 呃 做个广告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 我们自己很好的朋友 然后 他跟身心灵 也是非常的 契合的一间法郎 就是 我那个时候 他要开这间店的时候 我还没有接触神情灵圈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这间法郎 想要用成怎样怎样 就是你一进去 又要抽那个彩虹卡 这时候我已经快笑出来 想说什么妖魔鬼怪 然后他就说 他在洗头的时候 要送波 就敲那个波在后面 我真的是再忍不住 我直接笑出来 我想说什么莫名奇妙的法郎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 然后后来 自己去亲自体验之后 就觉得 哇 就是 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跟你以前认识的法郎 是完全不一样感受 然后我就有邀请 就是丹丹跟Oddy一起来 对 然后他们 你们可以 我们的感受还不错耶 因为那个时候 虽然我就觉得 就是 因为我一开始 其实也蛮 蛮亚裔的 我说 我现在是回到正直 什么意思 一进到店里面叫我猜抽彩虹卡 然后又就 就突然要敲波 又要那个秀箱 对 秀箱 然后又要敲波 然后所以我就 但是其实前面的环节我就觉得有一点点 很chill 很chill 然后到敲波的时候 洗头前准备要敲波的时候 我一敲啊 我整个就这样 对不对 就睡着了 真的很疯狂 真的很放松 其实蛮舒服 连我都觉得蛮舒服的 除了冷气有点冷 我觉得睡着蛮舒服的 而且心里 就是你就觉得心里刷牙的 感觉 很像你做了一顿冥想 对对对对 很舒服 然后我就很chill 醒来之后 就默默跑去剪头发 就觉得 但我这整个人他就说 欸你要剪什么发型的时候 我就觉得 随便 都行 都可以 这世界多么的美妙 所以他的剪的剪头发剪得很丑 哈哈哈哈 讲好吗 没有啦 就是他们也是大师级的人物 大师级的人物 但是就是 呃 他们好像也待过蛮多 都是蛮知名的 蛮知名的发廊 然后现在自己出来就是 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价格也不肥啦 但是就是 算不肥 中价位啦 其实算 在台北算中价位 在那区其实差不多的价值 差不多这个价位 对对对 好啦念念看啦 第一次念这个 业配的鬼东西 好 要认真讲吗 哈哈哈哈 又没有收他钱 认真讲 认真讲 我看要图片了 好 松松的每个聊程 都包含绣香 脉轮绣香 送播洗笛 进门时会先抽彩虹卡 对于你最近缺乏的脉轮能量 提醒自己 也给自己一段小祝福 在洗法前会进行 尽心的送播仪式 欢迎大家搜寻官方LINEID 我们会把相关连结放在下翻字 下翻 哈哈哈哈 果然是没付钱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有付钱就会减掉处理重新 没付钱的话 我们就这样 下去下面看啊 加入松松官方LINE以后呢 点进去按我要预约 填写基本资料 姓名电话就可以开始预约咯 如果你们线上预约的时候 在备注写上 神仙补习班 什么什么什么 哈哈 比如说神仙补习班 谢依林这样 神仙补习班 最棒了 神仙补习班万万岁 好像只要 你提到神仙补习班 后面你什么要写 都可以 神仙补习班 难听死了 也也可以 我们就是 有看到神仙补习班 五个字就认自己人 就直接减法 减法八折 好了 就这样 这个活动只到4月40号以前 4号你的那个约那么长啊 哈哈哈哈 突然是没付钱 哈哈哈哈 4月30号 好紧 好了 大家可以赶快去洗涤自己身心 哎呦 你这样子我们不会有干爹啦 我们这个是 no sugar daddy 无糖 对 哈哈哈哈 无糖 无糖 daddy 无糖的daddy 可以可以 而且你知道那个女人啊 就是个老板娘 嗯 平常因为他们实在太忙 要带小孩 又要就是 就是弄这个店这样子 然后 平常常常就已读不回 然后那天我就说 诶 我们突然想到就是 在我们接其他业配之前 我们可以先帮你们业配这样 做一个范本 然后 我才打这个 然后我说你们要做什么活动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哇 打来耶 哎呦 人被心扇 人被心扇 哈哈哈哈 所以身心灵圈也是很缺钱的 哈哈哈哈 诶 诶 带路主题了 开场了 有哦 开场了 诶 这样子可以咯 要去那个官方赖预约之后 一定要写神仙补习班就 减法八折 减法 减法 only减法 好 开场咯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仙补习班 我是你们的得到小仙女 谢依林 我是为了让你升天的仙姑丹丹老师 本节目由大宇宙各方神仙共同主持 为各位听众打开通往仙界的大门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升空吧 咻 嘿 说到钱就伤感情了 哈哈哈哈 不会啦 讲钱很胖呢 好香好香 有钱就香 对对对 哎呦 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呢 这个财库 对 招财净保补财库 要赚钱 好 不好意思 插话了 没关系 好你说你先说 你先 招财净保补财库 今天吼 这一整年 算是来得及吧 现在四月 还来得及吗 因为前面大家好像有点lazy 我跟你讲 从四月开始冲了 真的 真的 怎么补 然后 而且财神是谁 我们先介绍一下财神 因为 大家对财神很模糊 嗯 财神吗 我觉得台湾就是 台湾最常遇到的财神类别的财神 就是我们的福德同乡会嘛 对对 它是最常见的哦 对对对 财神属性 它就是财神吗 是一 有土司有财 所以财神不是一位 它是一组 一组人马 就像歌手 我是财神 我是歌手 它是一组人马这样子 对对对 他们是那种带有财神属性的神明 都叫财神 对对对 有些可能不叫财神 可是你可以求财也可以去找他们 所以土地公算 kind of财神 对对对 所以大部分为什么知道 东方人或华人 很爱去拜土地公园就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很容易就是拜他就会有钱嘛 所以就是土地公也算是财神的一个类别 所以真的要讨好我一下福德同乡会 各位 冰火菠萝变包够准备好 真的很多听众私讯过来 然后pull 他们在拜拜的那工作上都是 不是走散 他们就放冰火菠萝油 我想说 那个庙峰被生气 想说 黏黏的 就是谁讲 整个都油油黏黏的 不会啦 他们很喜欢耶 不要夏天去 因为一定那个奶油留下来就 对对 不会要刚好烤来吃啊 是啦 主播我觉得你们可以买那种就是 有那种冷冻包 还没有尾波过后的 那种有冷冻包的那种冰火菠萝油过去也没关系 你要土地公自己尾波 要扣分吧 哈哈哈哈 有没有那个 公的又要打折扣了 有没有那个产品的PM直接寄过来 还有我们 我们办试吃 对对对对 再输一个神经补籍班的冰火菠萝油 哦可以可以可以 欢迎全家 欢迎全家 福德 福德同乡会唯一指定 对对对对对 又谈财起来了 哈哈哈哈 再一起去讲钱嘛 哈哈哈哈 对 除了贝宫之外还有一个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武财神 对 武露财神 哦对 武露财神是 怎样上中下 上 东南西北中 然后最厉害的就是那个 天 天官武财神 这样子 天官武财神跟武露财神是同一 哦就是武露财神啊 他有一组五个人嘛 对不对 然后统领这总共 呃就这五个人中 团长 团长就是天官武财神 对中路的 中路 对对对 对啊 难怪中路大家都抢 所以是什么庙 因为我看武露财神 后面都接太子庙 是文武财神造公名吗 没有没有 武功 武财神造公名 武财神 你说的武是 武功的武 还是一二三是武的武 武功的武 那你现在说的这个武财神 跟刚刚的武露财神 是一个吗 好我来跟大家介绍 武露财神就是东南西北中 然后中间那个方位叫做天官 就是天官赐福的天官 然后文武的武 然后武财神造公名 哦 造先生 所以他是武露财神里面的武财神 前面是那个数字的武 后面是武功的武 对对对 好难哦 就是神界唯一指定财神造先生啊 他是造先生吗 他姓造啊叫造公名 造公名 不好意思他名字有点 我没有 小心小心 你要小心 我跟你讲 我很喜欢注意那个建策师机的名字 有一些就很闹 就 林正义之类的吗 对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嗯 就是武财神就是很多 其实很多大庙都会一起供奉武露财神 五个嘛 五个一起供啦 那 你有专门供的 那我们讲一个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像有一个知名歌手啊 多知名 超知名 一线 你很无聊啊 你 内 内 有买房子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几层那个 好好好 好多好多 然后呢 他的经纪人就是当时啊 因为这一位 那个 这一位知名歌手 当时就是还没有很红 而且当时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他那个经纪人就把他签下来 然后签下来之后呢 就专门就是帮他去弄了一个武财神的庙的那个炉主 连续了两年还是三年 之后这位歌手就开始爆红 红到环境 他是因为认一个炉吗 对 认炉主 所以我去 我去找一个炉当炉主耶 也是可以 我就去那个炉 怎么不找手 你可以找那名叫附近的 如果就是个炉嘛 很贵吗 没有啦 就是可能就说有个金额 然后今年就是谁要来当炉主 声明同意说你来今年当炉主哦 带我们去 带我们去 对要买个炉 买个炉 所以我只要去找一间庙 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当炉主 这样 也没有一年 那间庙一年只会有一个炉主 但是那位那个知名歌手 他是不知道怎么那么厉害 然后就连续几年都是炉主 但是呢 一般人我们去拜武财神就好 他也是会去照顾你啦 不是一定要当管委会会长的 对对对 只要多多参与那个会议就可以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多拜一下武财神 然后这武路财神啊 那速度都很快这样子 所以武路财神他们就是专门管钱的事情 他们其他事情不管的嘛 对 可是像土地公他们就是有 他就是 就是财路只是他其中一个 一个项目而已 那还有其他之财神 虎爷是不是财神 虎爷现在有些妙娱的虎爷 会也帮忙负责招财啦 因为那个土地公的关系 所以虎爷也会帮忙帮忙这样子 就台湾人太爱钱了 谁不爱钱 我们也说 祭公也有变招财的祭公 太子也有变招财的 招财太子 对 关系也有招财关系 对对对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那五位啦 五位财神也是最主要的 所以呃台北市就是刚刚讲那个财神庙之语的话 大家可以去 那一间再讲一次 那一间可以讲 北巡武德宫 北巡武德宫 在福远路上 福远街 塔优路上 塔优路吗 塔优路上 好 好 台北 大家去拜 对对对 那拜他们的话是得到正财吗 正财跟偏财要怎么分啊 正财的话就是你靠你自己正当的行当 就是行业 然后你赚取的钱 这样子 那你去拜的话是得到正财吗 呃对对对 但是偏财也会有哦 如果你其实去拜那个五路财神的时候 你就先报告清楚你的行业别嘛 他其实正财偏财都会赐给你 但是主要是你要自己跟他沟通清楚 说诶我在做什么样的行业 然后我希望有赐财这样子 或者是你可能有本业 可是你现在有临时的钱要周转 你也可以请财神爷赐你偏财 哦 对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哦应急也可以哦 哇靠 对对 江湖旧集 对啊 江湖旧集 他们江湖旧集很惊人耶 像我自己 左手的一些客户 他们江湖旧集 从几万几百几千到上亿的都有 真的是给你江湖旧集 这样子 但是就是你后面还是要那个 去做点好的事情啦 对 可是所谓的江湖旧集 那那我们知道的就是去借钱嘛 要还的 那跟神明借的这个钱要还吗 跟神明借钱的时候 当时就看那间庙的那一尊神明 他跟你开什么条件 我不知道开什么条件 我就说可不可以宝贝宝贝啊 对啊 你就宝贝问 就说 那我是不是做 呃 我是不是到时候刺成之后 我回来谢礼 带什么东西 回来谢礼 然后 烧多少金子 这样子 或者是说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 我也去做慈善 这样子 可是我每次都没讲耶 我就说我想要我想要 就一直想要想要而已 然后可不可以 拜托拜托 他就是一毛不拔的女人啊 客家求法 我都没有跟他勾血 我就说拜托拜托给我给我 那他们就会判断你 如果你没有跟他讲还愿条 他们就判断你的那个人 人格 人格跟人平 对素形 他如果判断你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对 你的生活上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就是 他就会觉得 赐给你这相对应的财富给你 哦 所以也不是一定要跟他讲吗 对 不一定要跟他讲 如果你自己能够讲得很清楚 那是最好 但如果讲不清楚的话 就会先 他就会去判断你 这样 他就去找他们的神界连针 老 老是神界连针 好 吊连针 他客户太多了是不是啊 他 等一下我突然忘记了 为什么了啦 我被神界连针给吓到 神界连针很猛耶 对啊 说你上一次的那一个债 有 对假设说我今天想要跟他 真的假的你不要乱有啦 假设我想跟他走转两百万 好了 那我说我走转两百万 然后 我就回馈 假设我回馈一千给你 嗯 给你这一千秒 然后可是我事实上得到的只有一百万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打折扣说我 好小气的翻译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尽量不要还是先还你当时答应他的事情 因为他可能在看你 有没有诚意 哦 他可能看你的素行跟人品 他知道 你这个人哦 就是没有 就是要考下你啦 所以你就是 他就先给你一百 跟他 对对对 然后你就先 然后你就要赶快去谢礼 李多伦不贯 赶快去谢礼 谢礼完之后 他另外一百就给你了 所以不要那个 那没有的话 我可以要求退费吗 哈哈哈哈 好事多哦 哈哈哈哈 基本上他会从别的地方进来 你们不用担心 就是神明不会亏待 呃 神明他们就是 尤其道教神明 他们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人 这样子 道教神明 对 不会亏待 那西方神明就会亏待 哈哈哈哈 那阿拉会吗 阿拉比较 不会阿拉不会 阿拉也是算清楚 他数学比较好 对 亚伯拉和助教都算清楚 但是 基督数学不 哈哈哈哈 基督可能 基督可以啦 基督可以啦 他也是 会算清楚 但算不清楚 都是那种希腊神啊 还是那种 就是说 我就不爽 我就不爽 你就不想给你 这样子 会耍赖皮的 对对对 会耍赖皮的 所以有些人做那种 西方魔法的人啊 他们可能就要小心一点 这样子 哦 诶那 那有些行业 他可能会比较 喜欢去四面佛 去求财 那什么行业适合在 土地公那边求 然后跟你刚刚说的那个 武 武德公 武德公 对对对对 武财神 对那什么适合在四面佛 对 哦 一般我觉得就是 一般的金额 你们去土地公庙 拜就好了 一般金额多少 一般的金额多少 就是大概 五百万以内算一般金额 五百万以内算一般金额 破五百万以上就是 你看大家都取那么多 是不是五百万是一般吗 一般一般 对不起哦 我都二十二十要 哈哈哈哈 眼界真宅啊 比目鱼 比目鱼是很开 没有啦 一千啦一千啦 一千啦 五百以下的话 大概去找贝宫比较合适啊 那五百以上的话 就去那个找 天官武财神 或五路财神 这样子 一定要专门的财神庙 对对专门财神庙 你去去跟他请求 这样子会比较好 至于四面佛的话 主要是没有金额上限 但是就是你答应他的事情 最好就是要 呃就是还原 要还得很清楚 四面佛是比较偏财的吗 他正财偏财都会给哦 我先跟你讲哦 四面佛其实人很好 就是他人太好 就是他就什么都会给你 但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守承诺 这样子 他是六八连线啊 对对对 Promise It's promise 对对 就是你们呃 而且我要先更改一下 大家对四面佛的概念 他其实是来自印度 印度的神 叫梵天 他是创造神 就泰国人就会觉得 这个神很好 也拿去拜 因为他就是 护持佛陀说法嘛 所以他们就也跟着拜 那结果到台湾之后 就有点奇怪 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有时候还愿嘛 对对 传统来说是真的是 怀孕是跳那种神舞啊 在泰国啊 那些是跳神舞 就变到台湾变成 托衣服 变子托衣服 对啊 也不错啊 入境学习啊 人家很困扰哦 很困扰吗 对对对 他其实很困扰 因为其实梵天是非常在意 那个清静修行的一个神 哦 所以不要再跳托衣服 给他们看了是不是 不要再办 对 不要再跳托衣服 给他们看了 也不要 这样子会不会有人追杀我 可是泰国不是都是跳舞 给还愿吗 他们那个是神舞 就是神舞 专门找专业的人 专业的神舞的 不是辣 辣妹嫁到 不是这种 爱泰国 我前几天还在 就是看别人在卸神 然后就是辣妹嫁到 然后就是 对 然后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人在开心 还是神在开心 当然是阿伯在开心啊 对对 就是阿伯 没有人笨人 对阿 诶 讲到这个我 我我我我 我突然想到一个小时候的故事 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很调皮这样子嘛 也不算是很调皮 反正就是跑来跑去 然后就是 就不小心在一个庙 然后就 庙宫的办公室 就是跑来跑去 因为小朋友很小嘛 就在庙宫办公室的外面 就看到庙宫在看谜片 然后我们就觉得 好悔三观哦 天啊 这太可怕了吧 庙宫应该要 三根亲近 六根亲近几根 总共 哈哈哈哈 总共六根亲近 六根亲近 哈哈哈哈 因为庙宫 随根 到底几根啊 好烦 我怎么知道庙宫有几根 然后我们就很吓到 这样子 小的时候就 会觉得特别充值 庙宫不行耶 因为这也就是 其实不要 不要讲说庙宫人品 还是人格的问题 就是 最主要就是庙的领域里面 就是保持亲近啦 所以其实以后 不要再跳脱衣物给庙 对真的不要 他们真的没有喜欢 他们真的很不喜欢 肇事可以啦 肇事可以 而且你们这样 跳给他看 大部分招也都是邪灵 这就是为什么 啊对不起 我又要赞了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道教的 出状况 就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 用一个正规正觉的事情 去做 那你最后就用一些 奇奇怪的事情做之后 来的就不是正神 正神就直接退嫁 来的就会 退嫁哦 对他会直接退嫁 就没有神圣感吗 对啊 然后他们就会 因为东方的神 很在于干净 对所以他们就退嫁啦 那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路上的这些 阿飘 阿飘啊 或是其 比较有力量的鬼啊 鬼王啊 这样子 色鬼 色鬼 有可能 啊啊 下一集下一集 下一集 没有没有 我有一个小题 很多那个 鸡身出状况 不是说性侵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的神明 早就已经变那样了 所以他们就跟着 被受影响 我不是说 要帮这些鸡身开脱 这些鸡身 可能自己有问题 要不然身边也不会跑掉 但是就是 会被影响到 互相影响到这样子 不输鬼耶 对 不输 像我老公应该 哈哈哈 我怎样 哈哈哈 就很亲近 哈哈哈 太亲近 好啦 欸我们看 那个 那个人家说招财 是招什么财 对啊 又有什么补财库 又有什么财气 财运 开财运啊 对啊 财源 都是同一种事吗 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指定 我们要什么咯 先首先你要先搞清楚自己的问题到底出自于哪里 我们来解稍微解释 就是没有钱啊 对啊没有钱啊 你先观察一下 你你的你是真的 你的没有钱是你其实一直都有在赚钱 可是如果一直在流失的话 守不住的话 那就是财库出的问题 有破洞 有破洞 然后如果说你是 我就是财库出问题 就我爸妈每天咬我 哈哈哈 那他怎么可能是咬钱夫 哈哈哈 很会 不会啦 父母 摆散笑为说吧 我前两天才在大发火欸 我就是 我又不想惹我妈 我就只能自己偷偷在 吹沙发 好真情 就是他在跟我说他 牙齿 嗯 就要补牙什么什么 其实我不想去听那个价格 因为我一听就心很痛 我就是 反正这个钱我就只能出 你就告诉我多少钱 我就给你就对了 嗯 然后 就是他又很做作你知道吗 又很喜欢 反正我妈没有听我节目 没关系 我就讲到爆 哈哈哈 你确定吗 我发现她没有在听 哈哈哈 就我婆婆听 对对我婆婆在听 哈哈哈 婆婆最好了 哈哈哈 然后他就一直就说 我就很受不了 就是你要跟我拿钱 你就拿钱嘛 然后他就一直说 我根本就不想要补 那科 那个医生一直叫我补什么的 然后他又要我听一个 十几二十分钟的故事 在讲 他根本不想花这个钱 他觉得那个钱 他好舍不得好舍不得哦 嗯 但是四万五 嗯 然后我就觉得 好浪费我的时间 NO 你就直接跟我讲 她爸比较干准了吧 对 有一次我 我刚好收到一笔钱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 我们家的某个抽屉 因为我又要那笔钱 又要原封不动的 就给别人 就这样放在那个抽屉 嗯 然后我爸就这样 打开那个抽屉就看到说 欸 这没在用 哈哈哈 就直接用 然后我就说 有有有在用 哈哈哈 然后他就说 牵一点啊 拿来啦 哈哈哈 就说好啦 就给他这样 牵一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哈哈哈 因为我爷爷最近生病 哦对 然后 反正我觉得我爸就是 好你要钱就拿走嘛 那我也不敢跟你含call什么 可是 我妈就是 他要从 要你心服口服的 把这个钱吐出来 你知道我不想花这个钱 嗯 但是我最后还是没办法 我只能 其实我本来要花你十万 所以他这算是财库破洞吗 他 你说 就这样这样子啊 对 依林算是财库破洞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财库脱衣服 好 那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比较会影响后面两项的 第二项是会影响第三第四项 叫做财气 嗯 有些人啊 他们天生就不带财气 就是他们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直没有办法吸引金钱 来到财气就是能够吸引这些钱 呃 有玫瑰 哈哈哈 你说他连 工作都是 一直没有 没有起色那种 或者没有工作 他或是他努力工作之后 那公司还倒闭 要不然他努力工作 公司不给他钱 就是很多很多情况 就是财气上 有状况的这样的人 我曾经见过这样的一个 一些人啦 这些人就真的很辛苦 这样 他们天生就没有财气 没有财气通常会出财的原因 是因为 那个他们已经被 可能命犯无鬼 就是刚好有个无鬼官 或者是被那个穷神 好神或杀神 我是尊称啦 残上了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一直没有办法 身上有财气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很辛苦 诶 那刚刚说 诶 这个是原因吗 那怎么解先讲怎么解 好 怎么解 哦 怎么解吗 我个人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是 因为我找了很多的神明啊 去处理过这个 无鬼官 或是穷好杀三神 无鬼还好解决 无鬼就是去找 任何一个大庙的主神 请求他 就是化解掉无鬼官就好了 可是穷神 好神 杀神 真的是超级难解的 我个人推荐 就是去找那个八卦祖师 八卦祖师吗 福西 找那个福西大帝 福西市 有拜福西大帝的庙 然后请他帮你化解掉 那个穷神 好神 杀神 这样子 那是最快的 这样子 哦 透过那个 先天八卦 后天八卦 陶温不是有个宋穷吗 那个也是吗 淫妇宋穷可以 哦 淫妇宋穷可以哦 他那边 那边有专制 那个 就是 杀神 穷神 这些 这些 我相信一堆同学 同学 九腿吧 现在小小仙子 我们的小仙子 一定是我 我要去 好烦哦 我跟你们说 穷浩煞三神 一缠上啊 缠上都是五年十年 少着三年 那怎么样的状况会缠上 你说怎么样状况会缠上 做错了什么样会缠上 怎么判定 怎么判定你是 真的是 我做了什么会被缠上 对对对 就是运势走低就会缠上 不是啊 不是不是 可能是你刚好去到 他们正在出没的区域 他们最喜欢去那种 很贫穷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 叫你不要在阿公店啊 哈哈哈哈 小一般 小一般 我还觉得像 比如说就是 比如说就是坟墓边啊 就很阴的地方 或者是那些 很脏乱的地方 这样子 我想举一个例子好了 那些喜欢收集垃圾的阿嬷家 全部都是穷浩莎三省 就是很脏很臭 那喜欢放放这手电灯呢 他们是收垃圾还是收回收啦 就是哦 哦我讲的不是那种 你讲是回收吗还是 对不起 我不是 我讲的不是那些认真 想要收回收赚钱的阿嬷 我讲的是那种 纯粗就是 纯粹那种 对纯粹症 囤护病 对对对对 那如果 那如果我有朋友 他现在就是家 他很爱囤东西 但他还很年轻 我们要防范他以后变老 变成那种 收垃圾的阿嬷 哈哈哈 要哦要哦 把他家都是丢掉 真的假的 你会有那个囤积症 可是他囤的是自己家里的东西呢 自己的废物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囤他 就是国中同学 诶等一下要不要去福利社 这种纸条他也囤耶 这种就不行 他们家废物真的多到爆炸耶 囤积症是不行的 你可以 你可以收集东西 但是你保持干净 整洁跟有秩序 OK 但你的囤积 就完全一堆一堆一堆 然后你根本也不管 他什么时候过期 然后怎么样 这就是 很容易吸引穷后造成生 就是他 我们要远离他 这个很危险 所以他要去庙里 首先你先去按风水那一集 你帮你家给我打扫干净 先不要去请生 先去请一个打扫阿姨帮你 对 很多神明每次下来就跟我讲说 阴到底叫那啥 我怎么要 我怎么去啊 我怎么做法 对啊 神明都不想去了 神明不想去了 所以先把家里整理干净 家里整理干净之后 再去找八卦祖师 八卦祖师 对只要化解 还有一间 我觉得是可以去找的 他也可以 叫做鬼骨子 像板桥庙云公 找王禅老祖 鬼骨子 鬼骨子 好 对 好难 好难喔 就是这个就是你 让自己有才气 所以有才气的人 首先就是他爱干净 然后有秩序 整洁 像我 有干净 有 最近有比较干净 跟我老公在一起有比较 对 我想讲回去 刚刚那个财库 像我这种财库破洞 因为刚刚 你说财气没的人 那财库破洞的人 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一直财库破洞 财库破洞喔 它有因素很多 但是如果你 我们先讲一般 先讲解决方法好了 一般就是你就是 上缘 中缘 下缘 就是这三缘节啊 上中下三缘 什么意思 上缘节 中缘节 下缘节 哦 一月十五 七月十五 和 十月十五 就是三观大地 各自的生日 天观水观地观 各自的生日 你去拜拜的时候 去补财库 这个很棒 天观五财神 比如说今年国立 五月四号 你就找五财神的庙 去帮他 去帮他祝寿 然后补财库 这个很好 那还有一般的天摄日 就可以去补财库 一般的做法 这样就可以了 我补完 我妈就闭嘴了吗 有可能哦 或者是 或者是他们就没有这个 需要花钱的事情 这样子 之类的 但是有一件事比较 我刚刚有讲嘛 就是 刚刚小绿好像有提到 那个什么 就是欠债还是什么 有吗 好像有吧 我这样讲 没关系我就这样讲 我就直接讲 有些人是他们先天 就是欠了 欠了天人地 三方钱 一出身 一出身 太倒霉了吧 就是他们可能 上辈子欠的 对对对 像天库 天库 水库 天库 地库 水库 都欠钱 所以导致他这辈子的钱 不够用 天库是你前些 你前辈子累积下来的福德 留给后世用的 结果你前世已经花光了 所以这次没有 那你的天库就没了 那地库是你去投胎的时候 因为要就是借身体 这是一个比喻 就是你要借身体 然后借灵魂 就是要去投胎啦 投胎要准备东西嘛 对不对 你就跟阴朝地府借了钱 就是投胎用的钱 然后地库你又欠钱 欠证费是不是 对对对 水库就是你这辈子用的钱嘛 那这天人 天地 天地水三库 你都欠钱 欠钱的话 你这辈子就没什么财库 这样子 所以你就必须去还英库 还债补库 先把债补库之后 你才能够补财库 好难 所以它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世界 是越借越有钱那种感觉 哦 杠杆开刀爆 对对对 不能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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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是要去把这些 补库的钱补完 这样子 那刚刚一般补库的 我刚刚不是有讲的 一般补库的时间吗 对对 还有 但是那个一般补库的时间 之余你可以再去 准备那个瘦身钱 专门叫瘦身钱 还有天地水三库 还有天地水三库 都准备好 反正你就去金子店说 我要补 我要补库 然后要有瘦身钱 那他们就会把你穿 你确定他们听得懂 他会有个财宝箱啦 我只要走过去金子店说 我要补库 他就 他会补库 你说啥 然后就说有用 还有瘦身钱 有瘦身钱这样子 通常就会金子店会有一大箱 然后就一箱 然后是一个set这样子 然后说你要大个小的 然后你要什么的 要多澎湃的 他们都 对 现在金子店都很厉害的 只要说我要补库就行了 对 然后他就给你一堆选项 那我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他那个补库 他会有一个东西要你去写 一个红色的纸 那个一定要写吗 还是我 我看着那个纸用念的 一定要写 而且写完之后还要念 我先教一下标准程序 好来吧 你去金子店买金子 然后买完你要准备好 呃就是你要用的金子嘛 买完之后去庙里面放在案前 然后最好还是搭配一些 就是贡品 嗯 青肠 冰火菠萝油 冰火菠萝油可以 财神也OK 财神喜欢什么 你知道财神吗 甜的吗 咸的 只要是甜的圆满的他都喜欢 圆满的 那我喜欢我喜欢面条 因为我都买那种干面条 然后瘦面可以 对对对 呃不是常瘦面系 就是面条 因为这个很常煮 家里我不喜欢买了浪费 家常面那种好劲道 好劲道 可以吗 可以吗 好像可以了 因为我不想浪费 那东西就买了不吃 没有以后就是出我们自己的 冰火菠萝油 好 还有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面条 那那个勒 那那个 面面去到 他的样 那个数量要几个 激素还是双素 一定要激素 一定要激素 对 所以财神就记得就是 要准备那一个圆满的东西 甜的东西 比如说 汤圆 瘦桃 或是米菇 红菇啊 红龟 这都不会吃啊 然后或者是 那个 准备一些水果 水果也可以 圆圆满满的水果 然后不要有紫的 这样子 不要有紫的 苹果 苹果算有紫吗 它里面很深耶 拜财神偏偏不能拜苹果 和凤 呃 拜苹果不行 因为平 平 哦 这种技耶 对 苹果不行 但平常是可以拜哦 因为平常是求平安 所以苹果可以 苹果可以 但平 但拜财神就不要 那要拜什么啊 好你点几个水果啦 凤梨旺旺来啊 翁来 翁来可以 翁来说 就不大妙 哦又输了 loser 对 你就去找那个 他们很喜欢谐音梗耶 对对啊 还有什么什么 什么道 就是苹果跟凤梨树 这样不要 就什么什么输 尽量不要 橘子 橘子有紫啊 呃橘子不大妙 但是你就是去准备一些 橘子也不行 翁来可以啦 翁来可以 梨子呢 梨子是 梨子四家都不行 我说请财神点菜啊 好 他跟我讲清楚他吃什么 他们在想吃什么 你看当场通灵通他下来问一下 对啊 请请武财神 对啊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 不要讲不清楚啦 这是我们的 好我来讲一下 我来确认一下哦 不要说你不吃什么 你告诉你吃什么 他要确认了 你就说吃什么就好了 好 一心拜情 天官武财神就这样 太方便了吧 他有财神的line 好爽哦 他没有群组 金龙鲁争 忘了进去那个群组 你被 你被讲啥 你被讲啥 这好像通的啦 哦哦哦 有糖的茶 有糖的茶 三瓶 三瓶 比如说有糖绿之类的 有糖的绿茶 三瓶 然后呢 如果没有那个 就是那种瘦桃什么的话 菠萝面包可以 他真的想吗 奶酥 奶酥面包可以 奶酥 哎可是 有酥 哦没关系 他说可以 他说可以 就是有带奶 菠萝 就是有那个 菠萝奶酥 罗宋面包可以吗 有点盐巴 他说就是 甜的面包就可以了啦 那菠萝面包是 好可以 这样子 然后凤梨酥 不要紧 水果类还有没有 水果类 他说 他说 哦 他说他都爱吃啦 你们不用管谐音 那主要就是 李子跟释迦 他不要供就好了 李子跟释迦 不要供这样子 李子为什么惹到他 没有因为波 那个 李 那个 波比 就是会对到其他的那个神明啦 就是李子就不要这样子 然后释迦也不要这样子 那其他都可以拜 那主要是甜甜的圆满的就可以了这样子 好 你们拜土地公拜的东西 他都可以吃 哦 算是解惑了 对啊 苹果 不要 瓶瓶 瓶瓶 你们自己都会想不好 他说你们自己都会觉得不好 所以你就不要拜 啊凤梨酥看你自己 你觉得这个酥字对你来说重要的话 你就不要拜 啊你觉得不重要你就拜 这样子 芭蜊 芭蜊 芭蜊感觉不妙 不行不行不行 芭蜊 芭蜊就是凤梨 然后那个 呃 还给我啥 哎呦 这样好难欸 我以前有个同学他们家卖芭蜊 然后从此以后他的小米就叫芭蜊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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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品的同学 芭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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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蜡可以 香蜡可以 嗯 哎还有什么 那个你要吃什么 对对对 芭蜊 不用多啦 应该是有就好 芭蜊 芭蜊可以 芭蜊 芭蜊 芭蜊可以 哦好 那差不多三样了 芭蜊大吉大利 好啦回个贴图 跟他说谢谢啦 谢谢回贴图给他 什么等会下 他说什么 嗯 结果他他点菜 点得可 可炙热 终于可以点 他说 他说 我不喜欢吃的 他说最近很多人会 拜一些 奇怪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他说 脆皮酥 对对 长条的东西 他不喜欢长条的 他不喜欢 不想 不喜欢 不喜欢 哈哈哈哈 Pokey不要是不是 Pokey不行 我很喜欢拜Pokey欸 我算是棒状物 他说要圆圆的 圆润最好 圆圆的甜甜的这样子 然后有喝的有吃的 不要棒状物 有喝有吃 最好是满足的一餐这样子 对然后圆圆满满 甜甜的这样就好了 那油酥条呢 会败了会败了会败了 就是畅畅 就是调调 就是不要调状物 对对对 铁衣耶 好 哈哈哈 财神也是这样 你确定要把财神 开得远远的吗 开玩笑的啦 什么都可以惹 不要惹这位 哈哈哈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回贴图给他 谢谢 哈哈哈 他可以去忙了 谢谢 诶那那还有呢 就是财库财气 财气会影响到财源跟财运嘛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 呃财源跟财运 财运的意思是说 你到底这个钱要从何而来 嗯 你可能有财库有财气 可是你就是一直没有一个支点 让他能够送钱来 就是说 比如说你没有足够的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啊 或是没有足够的一个 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技能啊 让他没有办法送钱来 哦 就是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正 你没有一个正规的行当 或者是行业 或者是一个工作 让他能够送钱来的话 就会比较难 这样子 哦 所以但有些人是完全连财源 都没有办法有 他们可能就找不到工作啊 也找不到能够赚钱的方法 哦对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跟财神言说 我要开财源 就是我要有赚钱的方法 请你赐给我能够赚钱的方法 这样子 懂意思吗 好难懂哦 如果这 很难 没有工作吧 我觉得现在都找得到工作啊 我比如说像出门 呃 就是说18岁20岁的小孩 出刚刚出 进社会的时候 他们可能刚开始找 他们想要理想的工作 就比较难 那就随便先找一个啊 可能很多人不会这样想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对很多人不会这样想 比如他是法律系毕业的好了 他可能是要立刻就想要上岗 嗯 但他没有这样的财源 他就可以请求那个财神言 赐给他这样的一个财源 哦 那这样子财源跟财气 听起来有点像 财气是吸引这些 大大小小的钱 来到你的生命中 有点像你身体会变得亮晶晶的 所以说如果如果从小到大 长大 我就发现 诶我跟钱都够不上什么关系的 我零用钱也巨少 就是你不是 那种就是没有 对那种就是没有 你就不是一个金钱磁铁的话 财气有点像是 你是一个金钱磁铁 哦 会一直吸钱来 那那个财源是指 你需要一个呃 门路让你能够赚到钱 比如说你是一个自由工作者 可是你一直没有财源 没有case 没有case 那你就可以请神明赐给你财源 这样子 嗯 对对对 那财运呢 财运是机缘 机缘就是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机缘 然后碰到这样的一些好事 好的这些财源这样子 所以譬如说他有一个很正常稳定的工作 嗯 然后一直都赚不了什么钱 嗯 那他就要就就可以去找那个 开财运 开财运 然后再求财源 把运打开 然后把财源打开 我长得会好几个一起 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 去庙里很准确的跟他说 我需要的是财源 还是财运 还是财气 还是财库 但是有些人就是说 比如说 他财气也有了 财运 财运 财气 呃 财气 财运 财源 都神明都开给他 他偏偏没财库 就 天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就是没办法接才吃 但就是财库有问题 这样子 你就是要赶快把财库补起来 这样子 但是大部分人是四项全 缺 缺 很多人是四项全缺 那这样子当然要 就是来个梨斗 或是来个 就是点个灯之类的 点灯 点梨斗 我建议你还不如烧金子比较快 就一直烧吗 烧贡品跟 就是贡品 上贡品跟烧金子比较快 这样子 一次是比较大量的还是多次少量少量 我个人建议大家 如果你真的财运很差的人啊 你们就是大概 呃 每两周 连续六周 然后每两周 变庙工 就是一直去补财库 补完之后 第六周之后就变成一个月一次 然后一年过后就是 一季一次 这样子 然后那个 之后真的财运 整个全部都稳定之后就是 三元节拜一下 上元中元下元 有去拜就可以了 哇 你们这个跟那个 医美做疗程也是差不多 前面要比较频繁 对耶 这是给那些比较 有状况的人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最好的时间点 就是 嗯 最好的时间点 当然就是 那个 武财神的生日啊 这几天都有buff 对不对 就是有拜都有buff 对对对 武财神的生日啊 还有那个 呃 天公生啊 正月初九天公生啊 还有那个 呃 还有一个就是 赢财神 过年赢财神的时候 大年初四 对就正式去拜财神庙 这样子 赢父送 赢父送穷 这样子是最好的 对啊 然后 上元中元下元节 上元中元下元 就是真的是给那些很吃重的啦 哈 很吃重的 就是刚刚讲说那些全部都没有的人 哦四四缺 对 对四缺 什么都缺的人 对但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一般平常大家 嗯 没有到很缺的很小缺的 还是可以拜吧 还可以拜啊 还是可以拜啊 没差 但是我 都给他拜 无论你是怎样的人 我个人建议你们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天公生要拜 先把玉皇上帝 先把大老板搞定 定搞定 然后 再来就是武财神的生日 搞定 这样子 然后平常就是偶尔去搞官 我那天 土地公 就是初 初九嘛 天公生日初九嘛 嗯 然后你不是说要去拜吗 然后我就想说 哦 我唯一知道花莲的一间天公庙 就是你叫我去那一间嘛 对 就是 然后想说好吧 那我就他一生日就去好了 我真的没有想太多 就一到我真的下风圈 花莲都在那边 完全挤不进去 还有小夜市 在 对 在那么一个 他算是很偏僻的一个 很冷门的地理 平常没这么人 对 也有夜市 然后所有人都在那边为他庆生 整间庙 一楼到四楼挤爆炸 我就 哇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吗 真的蛮常 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啦 哦 真的很神奇耶 但是还是有点断层 你看那个人啊 以前是十倍 我大概小六以前啊 小学六年级以前 是十倍的人马 然后下面是已经排到北埔 都是夜市 哦 对对对 马路 马路外面都是摊贩 然后都是人 对对对 我有去过一次 天公庙的 天公庙的时候 以前的人 人马真的是 很可怕 很可怕 我都觉得很怕被烫到 因为大家 拿箱 对 然后一百块买一颗瘦桃 然后那么大颗 对对对 然后我想说好 还是要把它吃掉 因为毕竟一百块买的 然后就吃完就觉得 不行我喉咙好干 我都干死了 好可爱啊 还有 还有什么时候 呃就是这些日子 财神生日 财神生日 天公升 这样子就好了啦 那真的很严重的 其实 好啦我就觉得 有讲一个小小秘诀 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很惨的那种人 你就是专挑天摄日的时候 天摄日什么时候 每年都不一样 每年都不一样 自己Google 就是查一下天摄日 天摄日的时候 就是天摄完之后 摄免的摄 对 摄免的摄 摄免完之后 他靠你做错了什么 要被摄免 真的做错了什么 有些人很坏啊 对他们 他们可能年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坏了一下 这样子 或是上辈子坏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是 喜欢去天摄完之后 就立刻去 去补财库 然后补财库的时候 真的就是准备刚刚 讲的那些 那个 圆的甜的 圆的 米菇 然后瘦面 然后 红豆汤圆 然后 清茶三份 然后有糖的 可以加艺人吗 呃 可以 哈哈哈 艺人可以 会比较没那么甜 可以可以可以 那 那个呢 土地公生日 哦 呃就是对啊 我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土地公生日那么多次啊 因为传说都不一样 就有头牙尾牙 然后年终也有一次啊 这样子 但是就是 你就记得 就是跟着上中园 上中下园 就是走就对了 就他 基本上就是他的生日 嗯 对啊 对啊 我刚才生爷还没讲完 就是你带这些东西去拜拜 然后去拜财生爷 这样子 然后或者去拜土地公 反正天摄完之后 就找财神类的神明 带着这些东西去拜拜 跟他说好你的姓名 农历生产年月日 虚税生肖跟居住弟子 然后说啊 就是弟子 就是善男或戏女 或者是弟子某某某 可能之前啊 就是没有做 没有做对的事情啊 然后请求就是 啊 现在也天赦完了呀 被赦免完 现在请求那 五路财神 跟五方土地 五方福的正神 来就赐 善男戏女 赐财 哦 赐财 酷 赐财猿 赐财运 赐财 这样子 哦要讲 都讲完了 都讲完了 但是要先天赦日 要先把自己做错的事情讲 对对对 先跟他say sorry 对先寻求宽恕 这样子 嗯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哦 所以还是有办法补救的啦 有啦有啦 对啊 嗯 像欸我 我有个 我们有个听众 嗯 他叫做 B.V.C. Chan 哈哈哈 B.V.C.吗 对B.V.C. 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一位 哦 那个B.V.C. 他就是 嗯 他有点 怎么讲 他 比较理性一点 所以他有些问题想要问 他说为什么 财可以被招过来 他说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 意外产生了什么能量 以至于财被招过来吗 那 他不就变魔法师了吗 哦 什么 我脑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 大家想问 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是一个 你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世界的背后是意识 就是意识在掌控这个世界 Mind control 对 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所谓这些神明啊 他们其实就是 某种特定的意识的集合体 比如说财神啊 他们就是丰盛意识 成功意识 跟财富意识的集合体 只是他们用拟人化的方式 跟我们做互动 这个意识能量跟我们做互动而已 哦 懂意思 这是有智慧的集体意识 所以那只是一个能量流 能量流 而且是有智慧的能量流 在跟你互动 所以如果说你能够去掌握 像东方的集体意识 就是透过这样败财神的方式 让这个财富的能量意识啊 就是还有成功意识 丰盛意识流向自己 哦 东方可以这样做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改变你自己的信念 哦 让你自己充满财富意识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因为本来这个背后的 幕后的那个程序就是意识 嗯 哎 其实有一些人啊 他脑中想说我要赚钱 我要赚钱 我要赚钱 等那些人通常都是蛮有钱的 对对对 他们都一定可以赚得到钱 因为他脑子里在想 相信自己能赚得到啊 对啊 相信自己可以赚 所以这也是意识的一种 就是跟他沟通的方式嘛 对对对对 你就是非常专注在于 你的目标的时候 那这个相对应的意识 就会被你召唤过来 所以如果你聚焦的是 那些很负面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了 哦 比如说我很匮乏 我缺钱 我没有钱 这个词汇就是很可怕 我就废啊 我就废啊 你是去拜财神 但是你跟他讲的也是说 拜托不要让我没钱 不要让我没钱 不要让我 这也是一个很糟糕的意思 我需要钱 我要钱给我钱 我需要钱 不要用那种 对啊 这不休钱啊 就大家都要嘛 对我要钱给我钱 不要讲说我没有 要讲说我需要 而且需要什么 这样子 然后并且就是 我在 我在多讲一点点 关于财富意识啊 首先你一定要记得感恩 你永远不要看到你没有什么 你要先看到你有什么 对 你有这样的一个 你目前现在还有 有地方住 有这些东西 有饭吃 有能够呼吸 没生病 这些都是值得感恩心 你必须先学会感恩 你不能带着一个 没有感恩的心 然后去祈求 跟风声音师对准 因为风声音师的 背后的语言 叫做感恩 财富意识的背后 叫做感恩 哦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你有讲到这么高层次的东西 哈哈哈哈 我们太低层次了 诶 那那个BVC chain 还有一个问题哦 BVC chain 为什么靠后台 丢那么多资料进来 他 昨天从入门办公室问 诶他原本叫BVC 嗯 然后他因为听了生命灵数之后 发现 这个名字不适合他 他要改名叫 后面加个Y 才可以补到他的数字 所以他后来就叫 BVC 哈哈哈哈 超无聊人 他说像上次走生 然后 或是白物品的活动 都有一些 限制那个时间 他说 为什么 钱跟这个时辰 也有关系 就是神明 他也有限时发福利嘛 就是我什么时候 去做某些事情 神明会发福利 那如果是限时的 那 我们一般人 根本不可能掌握 他什么时候 要给我们这些东西啊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OK 我今天 我们后半段 我们切到比较高一点点 就是这件事 我们传统讲的这些命理的这些时间时程啊 是以前按照他们东方的那些古的命理的书籍下来的 那以前古代命理啊 他们是非常科学的哦 不是非常科学 他们是非常有条理的 他们是算天上星辰 地上五行 加上人的走 人 集体人类的这个状态去推算说 这个高意识的能量往哪一个时间 哪一个方向流 就像我们倒一杯水在沙子上 他就可以去算出这个水 往哪一个沙子 哪一个方向流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古人的智慧 古人的意识的科技 他们就是算出说这些财气在什么时候 哪个时间点哪个方向它会发生 那你说要怎么样知道这些时间点 那当然就是去研读这些咯 研读这些古人的智慧 这些相关之类 义经啊 农民利啊 马前客 骑门顿甲 马前客没有 马前客没有 他只是预言古师 他没有 但是今天的那个 我相信因为现在非常多的命理师了 所以你们随便Google都可以找到 财气的时间 今年的银财神时间 今年的做什么什么的时间 如果你真的不懂这些方位跟时间 你就是在 这些成功意识 财富意识 风生意识 集合体的神明 所谓的神明的险象的那个 生日 或者是他好的日子 去找他们祈求吗 这样就可以了 反正那个好日子一定有buff 自己还是要做功课啦 BBC券 哈哈哈哈 BBC券 好难念哦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都是有百花啊 然后还有百马嘛 那像有些人他可能搬家啦 或什么的 那那个就 这个证就是要随着他们家离开 还是就是拆了就没了 就算了 没有关系 你们不要紧张 你们下一集听一下 然后那个 这集吧 这一集 这一集之后的下一集 你们听一下 这一集之后的下一集 就是对 有新的玩意儿 有姑屑哦 姑屑 你们就听一下什么 去瞧一下自己 比较固定的这些 呃 好的方位这样子 好 那那我们有招财性宝的 小秘诀吗 还是就刚刚那个 招财性宝小秘诀 哦 对因为你上次 为什么这一集 是因为你说你要给一个 你要给姑屑啊 对啊 拿给姑屑啊 哦 对耶 老师你真的是 我刚刚讲姑屑就是拜拜啊 哈哈哈哈 哦就真的拜拜吗 对 拿出一点诚意吧 哈哈哈哈 你知道拿出诚意吗 我想一下我有准备什么吗 财神财神的生日 就是一定要去拜拜啊 农历三月十五 那如果我是 就是基督徒呢 天主教徒 基督徒 我真的是 拜给你们 等我一下 哈哈 我想想一下哦 你们 哼 姑屑 好好 真的跟我们姑屑什么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之后会再录一个冥想 然后那个大家 无论你是什么图 无论你是什么图 就用它 你就用它 我会祝福一个财富的种子下去 种子 哎其实我觉得他的冥想 真的都很棒耶 我会有一个朋友说 他永远听不完 就他就觉得 他自己就躺着 然后觉得 不行不行 躺着会睡着 他就坐着 然后 孩子睡着 哈哈哈 永远听不完 永远听不完 我之前有一集是 那个金字塔的 那个其实就是财富的名乡啦 哦对啊 金字塔那个我好喜欢 好贪财 那个很贪财 超爽的 对啊 OK 没关系 我今天就是 先跟大家讲一下 先预告啦 对对对 预告姑屑啦 那今天的姑屑就是去拜拜 然后那个 财神也一定会帮你们 因为他今天有降临 好 然后 谢谢哦 特别来 特别来 哎刚开玩笑 不会在意吧 来不及咯 哎 我跟你同一条船 哈哈哈 然后下次冥想里面 我会稍微介绍一下 如何去用 如何去拥有财富意识 在冥想里面 好 就祝福大家 但我觉得今天讲一个很好 就是财富意识的后面 是一个感恩的心 对对对 我觉得后面拉高这个层次 还错啦 心灵有被吸引一点 不要感觉那么土 对啊 签签签签的 什么BBC BBC 哈哈哈哈 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咯 OK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